哇,藍天白云白雪地 今天约了辉哥去他朋友家做客 现在去路边等他 所以今天又是一个中文的vlog 辉哥又迟到了 当然我自己也迟到了 所以,哇,好漂亮啊 哇,超美的 哎呀,手上拿的太多东西拍不了 哇,好漂亮啊 辉哥来台车那个 你车子的这个挡风玻璃是最干净的 拍得好清楚 哇,太漂亮了 有啊,前几天去听那个演唱会就在这里了 这个玻璃结构的建筑是北欧之家 它是法罗群岛的一个文化中心 常常作为展览馆和音乐厅使用 在这里能欣赏到很多具有代表性的北欧文化作品 哇,经过一个地方 辉哥跟我说 后面的这个很现代的建筑是法罗群岛的一个college吧 他们是17岁到19岁读的 这个建筑真的非常modern,现代 来到这里就能看到很多年轻人都是帅哥美女 去看一下,不知道能不能进去呢 不是学生的话 那人家的校园 首层这里就是一个音乐室吧 有钢琴 架子鼓 还有一些其他的乐器 外面就是雪山 旁边有一个很大的超市 哇,白雪覆盖好美 当然夏天的时候肯定就是绿油油的 也是很美的 现在进去人家校园里面看一看 哇,好 modern现代啊 这个建筑 之前答应过网友说要去拍一拍他们的小学和幼儿园 但是想到要给那些小孩打码真的好麻烦 加上一直在做别的事情就没有去拍嘛 所以就来拍一拍大学的校园吧 我告诉你们我拍的很多视频都没有用 就有很多很好的片段 包括在约旦拍的都是 因为太多小孩了就要给他们脸打码 很难很难打码 所以我就没有放出来 这个应该是一个课室吗 有没有人给我介绍一下就好了 但是现在时间有限 因为还要等另外一个姐姐一起出发 所以我才有时间过来看一下的 哇,超帅的啊 这个大学 就有很多很舒适的休息区 我刚才进来的应该是侧门 然后正门应该是在下面的 现在是圣诞节 就布置的更加漂亮了 哇,好帅啊 这个地方 走一圈看一看 这是学习的地方 这一圈 这里应该是一个餐厅吧 哇,这个建筑真的好有意思 就是 就是 好像外泰尔空的一个 什么环 就是用餐区 嗯,这里应该又是一个学习区 哇,好帅啊 这个地方 哦 他从这个角度再看一下 哦 很chill 这里的人都 哇 哇,好有朝气活力的年轻人 嗯 这是 哇,外面的景色也超棒的 哇 哇 这也是一个很舒服的休息区 下面又是一个用餐区 嗯,这应该是老师的办公室 都是很公开透明的 所有地方都是 都是玻璃的 托闪学院是法罗群岛历史上最大的综合性教育机构 占地19,200平方米 大约有1500名学生和250名教师 这里共有57个专业 文,史,哲,艺术,体育都有 除了实用性非常强的生物学,商业,法学,外语等 还有很多很好玩的专业 例如粘心术,伐木,金属锻造等等 这是人家的实验室 显微镜啥的 这应该是化学专业吗 这里的是 嗯,肯定是了 这专业还蛮多的耶 感觉这里又有艺术 又有积电工程 又有 还有生物学吗 难道 还有医学 这个 眼科 脑科 医学 这里的学习范围好好 你看人家就是这样子学习的 这些应该就是课室 因为人口比较少嘛 所以课室比较小也是正常的 哇,还有艺术专业 肯定是有艺术专业了 这 SafeSax 可能只是宣传而已 嗯,这个 嗯,这个 人家是这样子学习的 人家是自己太久没有上过学 所以就 有点羡慕 学院最吸睛的 应该就是这栋教学楼了吧 它的设计者是在建筑界文明世界的 Big建筑事务所 坐落在托尔斯港郊区的狭湾上 不仅可以看到城市的美景 更可以欣赏到美丽的群山和海景 教学楼共五层 围绕着一个直径32米的中庭 中庭的大台阶既可以作为学生教师的日常社交空间 也可以变身为大型的剧场或会议中心 上面巨大而透明的天窗可以让充足的阳光进入中庭 虽然这个大学很酷 但是说实话 中国的大学也是很帅的那些建筑 然后也是有很多娱乐的设施 看到这里朝气蓬勃的年轻人们 就不得不提提他们让人羡慕的学生福利了 法罗群岛是丹麦王国的海外自治领地 所以这里的学生也享受和丹麦人一样的福利 不仅小学中学高中大学都免费 而且从高中开始政府就给学生们发钱 每人每月可以领到约2000人民币左右的生活津贴 18岁以上的学生可以领的津贴就更多了 金额多少是学生是否居住在家里而定 一般每人每月也可以领到约7000人民币左右 这样的学生补助和津贴不仅是在本国可以享有 就连出国留学政府也包揽下大部分的费用 所有的大学生在这种制度下生活可以说是毫无压力了 完全可以一直换着专业读呀读 期间还可以去全球旅行一下 我年轻时曾在家里免费招待各国的沙发客 我的首位沙发客客人就是来自丹麦的一对学生 他们享受着免费的教育 用领大的津贴读书期间去各国旅游 他们都发自内心的觉得做丹麦人特别的幸福 在这样的体制下 所有人都可以无忧无虑的按照自己所想去生活 这么幸福感爆棚 难怪法罗群岛的生育率是全欧洲最高的 而且这么好的福利也没有滋生懒人 出乎意料的是法罗群岛的失业率也是全欧洲最低的 这是什么生鲜国家呀 哇我们到了 你看这个白雪覆盖的地方 哇姐姐们做的饭超级好吃 九卒饭吧 我们现在要回托爽了 今天真的超开心的 真的觉得好有缘分 认识了辉哥 又介绍了那么多他的好朋友给我认识 你要不要折邀 那你就要一辈子 我让你制作了 可怜患忍 你ixes Yuri